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六報》我不廣場 又來了 我是余榮讓 也有鄭重輝 是 于Sir 你好 輝哥 你好 大家好 這一集講講最新的新聞 對線做了一天 這個都比較罕有 俄羅斯和沃蘭的戰爭 打了一年兩個月 現在先聽到這個新聞 習連斯基和習近平通話 而且通話是比較長的 整個小時 整個小時包含有翻譯也好 講很久了 就當它半個小時 即將它隨意義 裏面的內容說什麼呢 新華社有報導 不是披露很多 習連斯基在他自己的推特 推特那裏都講一些 他自己說 跟習近平通過的電話 是很有意義 也是一個比較長的電話 我們所知的很有限 但有限得來都有幾個要點 我說的要點就 再請輝哥去分析 習近平提到俄烏之間的戰爭 我再強調一下 在整個報導中 沒有講到俄羅斯這幾個字 也沒有講到入侵這兩個字 習近平的意思就是 這一個事件 特別分析行動 解決它 首要 就要大家對話 他說 中國是始終站在和平的一方 是作為它的立場 我想在整個國際的形勢裡 或者國際的動態 很多評論者都認為 中國是會和俄羅斯溝通多些 這個已經肯定 我們看到它 包括有人去訪問俄羅斯諸如此類 而且是十四個月之後 因為世界上很多國家的代表 甚至乎領袖 是親身去到烏克蘭基庫這些地方 表達他們對烏克蘭的支持 到現在 習近平先和俄羅斯基溝通通電話 這個呢 是不是會有些因素 導致這次的電話通呢 大家互相溝通呢 我自己去看 有兩件事件 可能是在這件事件裏面的復筆 第一個呢 就是說 中國的外交部的主要的官員 和國防部還有 去了俄羅斯訪問 就是大家溝通 這個呢 就可能叫做摸底 或者呢 是不是想找中國做稅客呢 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做稅客 我覺得都是一個和平的事情來的 做不得到呢 這個不是單方面的事件 單方面可以意願的 另外一方面呢 盧沙野最近的言論呢 令到歐洲各國對於中國的立場呢 是有些疑惑 尤其是呢 尤其是呢 就是他講到 現在這些 以前的 加盟共和國 現在脫離了蘇聯 更加是脫離了俄羅斯 那他們原來呢 在盧沙野那個 言論裏面呢 他們未必有主權的 那其實呢 這一樣呢 就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那這個時間 那這些可能是 穿著附會 我猜的 這些當然是沒有根據的 那一會兒我們可以這樣 講完有關烏克蘭的事情 就是你喜歡我們再講一講 盧沙野有關的事情 但是呢 始終一件事就是 烏克蘭的立場非常之堅定 就說你一定要撤出 包括在2014年 這個當時佔據的地方 這個作為一個和談的先決條件 那俄羅斯當然是不肯啦 那所以這個現在呢 這個棄就打在這裏 那至於說 這個烏克蘭是不是北約的 就是馬前桌那些呢 其實我覺得 現在都不是講這件事的了 其實現在呢 在烏克蘭的角度主要就是講 就是它這個屬地的問題 就是自己那個地方 是不是應該拿回 哪些是是不是俄語系的 又好像現在這樣 撥回給俄羅斯呢 那這個才是最大的一個爭論點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 所以如果要促成這個和談呢 這些問題首先要先談 各位聽眾 觀眾 我首先講一講 我呢就不是說 只是聽其他的youtuber 聽了然後去講跟人口水味 由於以前真的讀翻書 就是一直讀歐洲的歷史 世界的歷史 所以最重要的是 你要了解歷史 就知道一些 國和國的關係 歷史都不夠 因為歷史是很久以前的東西 你要看新聞 我們都勝在 看很多人 平時沒有看新聞 一般的朋友 看新聞 你可能是看電視 看報紙 但是我們是看通訊社 所以我們接觸的多些 而我和阿輝哥 講俄烏的衝突 去年一開始 我們已經講了 我們絕對不是 撿人的後水尾 我都很大膽 我們講的話 很可能會勝過很多youtuber 因為很多youtuber 為了挖眾取眾 他們講的話 不是實際的東西 他們有兩成去演繹 而我們沒有這樣 亂來作大 也說回 我是認為 俄羅斯 他真的要撤出才有得談 否則是沒有得談 而俄羅斯根本很霸道 他說的東西不是真正的道理 當然現在中俄是特殊的關係 有很多東西要避忌 我都傳送了一些東西 給阿輝哥去參考 當然一些東西 未必是準確的 但是可以參考 經常說 俄羅斯是佔了我們這麼多的土地 你又不見到中國和它交涉 有些五毛 或者大陸的小紅粉 他就會講一套 因為那些土地 你拿回 就不實際了 以前是蘇聯的 其實 蘇聯之前 又真的是沙俄 因為輪流這樣玩 好像普京和梅德偉、傑夫 輪流做總統總理 現在就說 那幾個地方 包括 以前佔了我們有幾大面積 威海衛 那些 已經有很多俄羅斯人居住了 其實人口不是很多 但他說很多 如果你說要交還 就要搞很多東西 這些是歪理 如果一個地方 你霸了人 你要給 你也要給 你也要給 是不是這樣說 因為 在網上也好 在國際上也好 他總是為自己說話 自己做的事情 任何事情都對 這是我大膽說的 我也是政治正確的 無論是中國 或者俄羅斯 或者烏克蘭 他總是說自己對 但是有時候有些事情 是要有一個尊重的 你說自己對 人家認不認為你對 剛剛輝哥提到 盧沙爺 我們如果說完了 俄烏 有些時間剩下 可以說 烏克蘭 是受害者 無用置疑的 你就不能夠說 因為他能夠走 有些說法 說他能夠走 北約 應該抵打 內地有很多小粉紅都這樣說 那是不是某個國家 他稍為和另一個國家 談得近一點 你要打他 說 是不是他將來都會對我不好 我先打他 如果拿著這一套 那當年日本仔 去打其他國家 你又怎麼看呢 所以 國際上 其實都是 恥強凌弱 這是我講的 恥強凌弱 你分分鐘看到 當你未到這麼強的時候 你又不是這麼說 例如中國 未入世貿 做的事情 說的事情都不一樣 但是最近 就很離譜 在網上 我們都傳給輝哥看 說廣州 幾好技術 我們幾厲害 做出來的LV 比LV 那這些什麼說法 我們做那個Chanel 又漂亮 Chanel的技術 是不是你誇口自己的技術厲害 你就可以拿別人的東西 一個人彈鋼琴 不可以很厲害 是不是他就可以拿了別人的作品呢 當然我希望 這次兩個元首的對話 能夠作為走向和平的其中一個環節 畢竟中國已經提了一些條件 認為如果這樣做就會對烏克蘭的和平有利 但是這次大家通話 中方是完全被提俄羅斯 這個名字 被提是侵入 那事實上 你無論怎樣說 這個是不是侵入呢 還是說 俄羅斯因為生氣 他被你逼他去打 講不講得出這樣 這個不就好像加布說 我被逼打他 他這麼壞 所以我希望 通話之後 做些實際的事情 通話的時候 都可能立著來講話的 講一句而已 但是呢 有些明確的事情 我也提一提 習近平在電話中提到 在不久的將來 就會派一位人士 去統領一個團 去烏克蘭 然後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是令到這個和平 是有望的 那麼他派去那個 就說 曾經在俄羅斯 做過大使這樣級的人物的 起碼都是政府的大使 或者秘書長之類的 好了 我們講了這麼多 剛才輝哥說到 某一位 有些人說他是殺野 他正式的譯音 是盧沙野 這是我們粵語的譯音 他根本是中國人 是處法蘭西 共和國的大使 但是他講了一番說話 包括講幾樣東西 就是俄虎之間的衝突 他講一些東西 蘇聯一些加盟國以前 怎樣是不合理性之類 又講到台灣的問題 在國際上他引起了很多人罵他的 正是在馬克龍訪問完中國沒多久 他講這些東西 我都認為是不合時宜的 然後又看了出來 中國發表了的言論 就說 中國處法國的大使館 發了一個聲明 認為這個人說的話 是他自己的主權 自己的主義 是不代表中國 我這裡都解釋給大家知道 為什麼又說用處法國大使 發出來呢 他這個人就是大使 但是大家知道 一個機構和人不同 只說澳門等人一講就明白 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 是一個部門來的 就不是說駐澳特派員公署 就是特派員代表了 特派員公署的單位 是一個整體 不止一個特派員的 那個特派員有錯 都可以解釋了他的 但是公署的維持是對的 你解釋錯的就是對的 現在法國這件事也是 是用回大使館 來發一個聲明 換一個說話 你說這個大使 是代表他自己 就是說他講的 沒有代表國家這個能力 或者這個權力 是不是 我想 阿宇先生 你那個看法 我認為 可能是整件事件 進展到目前一半的 如果要將這個事情 更加完整地去 將這個事件完整地表露出來 或者表達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 盧沙野應該 最低限度 要出來表白一件事 這段 這個不是他 說喜歡出來 還是不出來 就可以的 這個就是個問題 他也是一個棋子 所以就是個問題 就是你如果 在法國的 就是中國 這個 這個領事館 說這番說話 你可以令到 盧沙野 就是 他自己 用這個title 最低限度 那你現在認為 他 大家 默認他這個title 可以代表 中方 一些的立場 的 那你才讓他出來說話 我又說了些 我先說完 那如果你認為 他這段說話 不是代表中方的立場 你要表白出來 而且呢 是要對於盧沙野的言論 甚至乎 叫盧沙野自己出來表白 我不是 當時講這番說話 的身份 不是代表 如果叫他表白 就表白了 不用說 用大使館的名義 另外 作為一個處法國的大使 我夠膽去評論 他講的東西 不是講法國有關的 他講到另外一些問題 前蘇聯怎麼樣 是不是他的職權 可以這樣說 我想都可以 因為現在 這個 俄烏的衝突 就是牽涉到整個歐洲的和平 你講俄烏 或者有些東西 都會把觀點 看起來 但你講到 前蘇聯 其他的家民和和國 你是不是連俄羅斯都說了 俄羅斯屬不屬於 前蘇聯其中一個家民國 是啊 其實是的 那就是說俄羅斯有問題 所以這番說話 我們 但我們就不要看這麼簡單 這個 是人都知道有問題的東西 為什麼會說出來 是不是當中後面 當然我剛才也講的 他是一個棋子 是 是不是他出來想說的 都未必的 他是接受訪問 我僅僅介紹一下 接受訪問 在一個節目裡面 而不是他主動出來發表的 但是都是你自己有備而戰的 那我又講講 有些事情我和阿輝哥 是曾經在幾年前都評論過的 那你記不記得 林鄭 就講香港怎樣要搞這個 送中有關的法例 是吧 但是呢 當年駐英國的中國大使 劉曉明先生 他就講了幾句 他作為一個駐英的大使 講回香港的事件 也是被問及 他是絕對權威的 是吧 那你見不見 又出了一個新聞說 柱英這個大使館就說 他講話是他自己的 就是不代表到中國政府 沒有啊 沒有 換句話 是收了貨 是不是 那你當年 那時候還沒換屆 就是秦江的位 仍然是王毅坐 是吧 王毅的位 就是楊潔篪坐 都不見 兩位去否定了 劉曉明的說話 是吧 跟今時今日 這個盧沙說的不同 大家繼續看 可能都還有進展 我們臨完之前 就回來 我們這個主題 我覺得 中烏的元首通話 怎麼說都是有助於解決的 有時 在國際上 有給面的派對 給面派對的意思 有些人出面說兩句說話 這個在以前 蘇聯時期 就見得多的 是吧 蘇聯時期 講一句說話 有些是給面 有些是涉於他們的淫威 包括東歐的國家 你波蘭要怎樣 可能波蘭很不高興 但不到他不高興 那些要照做 直到被人推翻了解體 波蘭又有選舉 那時候華里沙當選 那就不同了 今時今日 你看到波蘭和俄羅斯 都是對著幹的 而且對著幹得最前線 所以我就看 可能是這次習近平 和習連司機通電話 可能都是有一個容易 我覺得 不要讓大家看得 中國太靠近俄羅斯 變成對整個局勢 是不利的 如果現在 將中國在俄羅斯 所謂大家視野裏親近的 拉出來 不要那麼黏起來 可能這也是一個外交上的一種方法 我想 因為現在五月份 大家都會 如果留意這個戰事 都會知道五月份 因為春季 那個戰爭會比在冬季容易激烈很多 所以雙方都嚴鎮以待 嚴鎮以待 嚴鎮以待的結果 廣東話一句說話 真的不太好聽 死得人多 如果消耗下去 俄羅斯的力量一路削弱的話 中俄成為一個並肩的 作為戰友 這個條件又弱了 如果俄羅斯一路約下去 得益的當然都是美帝 還有歐盟等等 所以這個現在都是一個 其實整個都是一個平衡 外交或者國際形勢 如果太過一面倒就不是好的 平衡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平衡的方法 我們會繼續說